国际社会正强烈关注建三江事件 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放人 4月2号 湖南律师谢阳甚至勇闯建三江 要求会见被当局拘留的江天勇律师 2号 湖南人权律师谢阳在一名公民的陪同下 前往建三江农肯公安局七行拘留所 要求会见被关押的江天勇律师 当时拘留所一名负责人说 12小时之内答复他 3号凌晨 一名自称警察的人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不允许会见 谢阳特录 他已经去过建三江七星分局和建三江农肯公安局 要求当局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 都被以领导不在等各种理由拒绝 3月20号下午4点左右 中国维权律师王成、张俊杰、江天勇、唐吉田等四位律师和受害人家属共30人 前往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 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3月21号 4位律师和多位法轮功学员遭到警方绑架 4位律师被绑架后都遭到不同程度酷刑虐待 张俊杰三根肋骨被打断 事件曝光后 很多大陆公民自发组成公民营救团前往建三江 律师们也分批前往 新常人记者田静 舒灿采访报道